这个老式辣椒味都是干辣椒的 有没有带辣椒酒呢 还不大辣 以前那种羊汤馆的辣椒味都带种 后来不知道跟谁学了 可能跟这个 让这个西北羊汤给带偏了 很多羊汤馆的那个辣椒吧 都是油炒过的 是也挺香的 也有的 但是好像干辣椒的少吧 再来找到饭馆也难不住好吃喝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文革餐见 前面小伙伴给咱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在里村里村这边 封山路这边有一个羊肉汤 干了好几十年了 咱们今天过来尝一下 犒劳一下昨天晚上受伤的胃 现在有饭吗 那给我要一个25的全羊汤 要一个炒羊子 然后再要两个伙 你们这个店开多少年了 26年 这个店就在这开26年了 对 就在这个地方 对 它这个羊汤端上来的时候是咸的 你别一下子就先放盐了 你要放盐的话那就咸过头了 我喝羊汤愿意放 清到这边就这样 很多小伙伴说怎么清到这边 喝羊汤还要放醋 很奇怪 那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所有的羊汤馆桌子上都摆着醋 以前跟上年纪的人上这个羊汤馆 喝羊汤他们也放 所以说我们也放 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但是觉得还行 挺顺嘴的 这是个25块钱的全羊汤 里面羊肠羊肝羊血 羊肉 羊肉还是很大块的 25块钱 这是最便宜了 也可以乱精通 它这个地方 一般羊汤馆的火烧 都是那种油酥火烧 它这个不是 它这个应该叫个什么五香小饼 这个火烧能吃饱 像我这样的 我能吃俩就 然后一碗汤就吃饱了 现在他们做的那个油酥火烧 特别好吃 有很多羊汤馆那个油酥火烧 做得跟面包似的 老炫乎了 一捏那么点烟 口感是非常棒 一堆不吃个四五个根本不行 太炫了 本来就是那个回族新疆那边的羊汤 人家一装上来是放盐的 以前上面这儿的羊汤还没有放盐 最近吃这几家都放盐了 也跟着人家拐了 迷恋上了 这里面让它加点血就好了 红烧口罗 我就是用味极鲜爆出来的 葱爆羊杂 才是羊肉一个定级配置 这葱爆羊杂43块钱 量还很大 羊的大肠 小肠 肝 肺 肚 血 什么都有 然后是大葱一样的跟这个香菜 我估计是猛火爆出来的 羊肉跟这个葱 是自然的绝配 跟那个胡萝卜也行 羊肉跟那个胡萝卜包着包着也特别好吃 我们十点多钟过来了 他们一开门我们过来了 这个羊汤馆地的位置挺好 在这个 青岛第八的人民医院 八一旁边就是 你们那个羊汤做的很好吃 那炒羊杂做的很好吃 谢谢啊 再见啊 拜拜 这个青州庙子 这个羊汤非常纯 25块钱我特别能吃 你们过来点不至于像我这样 哈哈哈 非得炒一个羊杂 这个店在这开了好几十年了 还是很有特点的 可以过来尝一尝 就在八一项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